欢迎来到李毅晴的秀 大家好 今天我们参观了越南的珍宝馆 那么它的珍宝及特产 到底有哪些呢 不妨来看一下 等等这些朋友们 所以有些家里面都有了 我们这个的话 你得说有 我也可以去理解 因为买这些东西的话 不像我们吃饭一样 今天中午吃完了 晚上还要吃 你买个这些东西的话 十年八年的话 可能不一定要去 不需要去换付你们 当然如果有些讲究生活品质的 我要跟着实在的脚步 就像我们手机一样 手机你如果没有那么讲究 十年之前的手机 只要是智能手机 你还能用 只不过是用起来的话 没有那么爽 对不对 不是那么太好用了 但是的话 如果你没有那么讲究 那么生活品质 也是一样的 你的时间 你现在的乳酵床 你时间之前 依然可以去用 但是如果有那种超前意识的 花到这身上 花到这上面 才真正的给自己用的 那你可以更新换代 这个我们都可以去理解 但是今天上午 我们所去买的东西 是什么东西 当然一定是越南 这个国家的特色 也属于是中国我们地理 越南地理标志性的产品 你们也是越南国的三宝 那三宝 第一宝 就是戴在我手上 这个橙枪 昨天的话 有位 有姐姐看到我 昨天在那个橙枪 说那个橙枪不好 说这个情况 我有啥说啥 但是现在我手上 我戴在这个的话 前天我也曾经 戴在我手上 这个的话 好像跟我昨天那条饼 昨天那个饼的话 昨天那个好像都是规则的 那个是打磨的 但是这个的话 属于不规则 每一个的话 都是不一样的 是在树上做结的香 直接把它弄弄下来的 这个的话 如果感觉可以去闻一下 里面浓浓的 咱们药香的味道 喝个去闻 你闻一下 这就闻一下 没关系 跟你去闻一下 你不用过来 一会我过去 浓浓的药香 一点不刺鼻皮 这个我带了几年的时间 依然是这样子 你也给你说 这个味道非常非常香 你闻一下 这个对心脏特别的好 一会我再给你们讲 先闻一下 浓浓的 谢谢 这个味道真的很舒服 我晚上比如说 有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的话 我就把它放在哪里 我的枕头边上 这个对有些老人家 睡眠不好的话 你尽量不要去吃药 我们中国有句文化里面 是怎么说的 是要三分毒 这个咱们整个 有句话是这样去讲的 世界城乡看越南 越南城乡看庆河 庆河城乡看牙庄 这不是我讲的 朋友们 我们的资料上面所写的 朋友们 您可以去查过任何资料 在整个牙庄 最好的是要白漆楠木的城乡 白漆楠 稍微高一点 温度 白漆楠木的 但是白漆楠木的 真正城乡 我们一般的买不到 就算买得到的话 也就是一般的 那种真正的最好的话 它的价格高达多少 几万美金一克 几万美金一克 就像我这个的话 这么一小片 大概是零点五克 这么两粒 大概是一克 我这个都是三十多克 三十多克的话 然后总共是六十五粒 六十五粒 所以刚刚有个记者说 你这个多少钱 我说我这个时候过一点 当时买的时候 也是一万多 但是现在可能四五万 你就买不到这么好的 因为那是我刚刚来要牙装的时候 我去买的 而且昨天我出海的时候 我带那个插的出去的 这个的话 那个便宜 这个的话 因为我不敢再说 因为排水 怕吃了之后的话 不好心疼 因为好的东西 同时我咱们昨天出海的时候 运气很好 因为那个时候什么 那个没有什么浪费 而且我在上个团队出去的时候 突然盖过来 这我身上到最后的话 到衣服上面 有些衣服上面的话 就像出的那个研发一样 严厉的就像出汗一样 打的红尘都是湿的 如果是把它去打的时候 确实有点心疼 因为好东西 再说到这里 这是越南国的国力 在咱们牙装 在那里 越南召开 那个iPad会议的时候 包括东盟会议的时候 这作为国力 来赠送给其他国家的领导人 这么一个 因为的话 这是他们拿得出手的 一些好东西 同时的话 咱们在座的 可能有些姐姐 在我们出国 来到越南牙装的时候 自己身体的原因 您有些特别 可能有被药的 是什么药 塑效救星丸 塑效救星丸里面 一定有这个成分在里面 因为这是中药 添加到这个里面 那个塑效救星丸里面 所以说呢 这个对心脏特别 特别是有些心脏的话 等于大老周的话 心脏加快 跳步加快 等等其他一些症状 真的建议您去拥有 这么一条 而且这个不需要您去吃 而且只需要放在您 带在您的身上 或者是随时的话呢 放在您的床头 枕头边上 起到安神的作用 震惊的作用 同时的话呢 这个城乡也是 全世界唯一一个 通三界的一种乡 全世界唯一通三界的一种乡 同时的话呢 咱们在座的 应该知道 您看看我们看电视的时候 那些有钱人 有品味的 那个大老板们 他们在谈生意的时候的话呢 其实现在有几个喝酒的 干嘛呀 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 或者在家的客厅里面 或者是在谈判的一些地方 他们在VIP的室里面 在为了找两个人脑子更加清醒 更加的话呢 慎重的去谈判 乃至的话呢 提高他的品味 会把香点上 包括那现香品们 为了那现香的话呢 使自己的话呢 那个精神的话呢 会更加的好 所以说呢 如果咱们在座的天津 经济体内允许的 到达这里面之后的话呢 这些好东西 您可以去了解一下 在咱们国内的话呢 当然因为这是产地嘛 来到这里 今天我们所去的地方是哪里 咱们越南国家珍宝馆 越南国家珍宝馆 这是咱们越南的话呢 第一大国力 来这个今天时间的话呢 给咱们大家讲一下咱们越南国的 那个啊 这个国宝 这是第一大国宝 第二的话呢 就是国食 国食是什么东西 不是翡翠 翡翠是缅甸国的 而且的话呢 目前好像在世界上 当然第一个 一定是沿海的国家 第二个的话呢 这个国家必须是发展中国家 或者是比我们中国还有穷的国家 因为他还没有那么够的意识 把它列为是国家保护的 对了 现在就是带到我身上的朋友们 来 跟大家去讲啊 这是国家七宝之首 包括我手上所带的 我脖子上所带的一个 比手上带的一个要好 啊 真心话 朋友们 因为大家有朋友能看得出来 你包括把灯打开之后呢 这个你就看一看 空透的 里面的话呢 就像我们的浴室一样啊 而且的话呢 这个呢 是浴化的 这个在海里所待的时间的话呢 比这个要长多了 朋友们啊 但是的话呢 这个我也是非常喜欢的 好像这个的话呢 现在包括这些好东西 真的就越来越少了 你到了这里面 就不一定能找得到 像我这个这种的 这种的话呢 中间有个黄的 现在正中间这个地方啊 刚好也应了我们中国老百姓 包括越南国老百姓的话呢 北京的国武宫 朋友们 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皇宫 朋友们啊 里面的大小房间达到是 9999.5个房间 被代表是九十宗 朋友们 为什么每天下班那么早 就是啊 闭馆那么早 朋友们 而且那么多房间所对外开放的 趋之可数 朋友们 没有几个 朋友们啊 同时的话呢 在九十年代的时候 的话呢 在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 然后故宫那个墙上还显示宫里在走路就像放电影一样 大家在抖音上可以查一下 现在的抖音的话呢 确实很牛咖 朋友们 一百多个国家的话呢 都有这个抖音 朋友们 我们中国的啊 这是一个 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呢 您去看一看 朋友们 包括在故宫的墙上 你这寺庙的墙上 竹田颜色是红色的 请问那个红是什么红 猪纱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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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辟邪的 咱们在国内你出去旅游的时候的话呢 翡翠其实真的真的很多了 明明啊 因为去到哪的几乎呢 都有卖的 当然也是最后的疯狂 正经话 最后的疯狂了 啊 但是你有机会在国内去旅游 去到湘西去旅游的时候 大湘西这边 啊 请那么大家 如果是条件允许的 一定就允许收藏一点 这个猪纱的相关的挂件 猪纱的话呢 也是至纯至扬之物 朋友们 我们在中国的土家族的文化里面 我老婆就是土家族的 我老婆是张家借的 啊 我老婆张家借的 同时的话呢 土家族的文化里面 有一个叫感识的文化 你能想得到 他在死了之后 朋友们 用猪纱 以及陈猪符 把他的蹊跷堵住之后呢 流出的最后一口气 会吗 有那个踢马大师 赶着他的尸体往回走 而且绝对不是走正 而抓紧的光明大道 会吗 而且并且是晚上去走 你如何去解释呢 会吗 啊 所以我们解释不了的 啊 我们认为是迷信 其实科学的尽头 一定是玄学 会吗 科学到今天为止 发展发展的几百年的时间 会吗 但是的话呢 你包括我们 我们有些不英明的话呢 在有的有点信仰的 哦 我再加上我们是信佛的啊 这个 什么这个那个 那个印度教我们什么 叫我们的其他都不信啊 其实在说到这里啊 我们为什么有些人的话呢 不去带佛 或者不去带官 因为们 因为大家知道 如果带这些东西的话呢 对我们会有一定的要求 你比如说 这个东西 我们不能带的去洗澡 第二个 不能带到房间里面去 卧室里面去 因为夫妻要同房啊 对于放在客厅 或者书房啊 这么一个 所有的话呢 不干净的地方 不能带过去 因为的话呢 就是佛 以及菩萨 我们都是共同起来的啊 但是的话呢 这个吃取的话呢 为佛家七宝之手 你们啊 所以说你不需要 你比如说 一定去带官医 或者带佛 才能保佑我们平安 你们 他本身 他的能量是超大的 你看啊 他是世界上 最大的双碟 世界上最大的双碟背 最大的达到500公斤重 两米长 你们 他 他身上的哪里啊 60米到2000米左右的海底 你们 而且的话呢 我们也不要说是2000米 你们 60米的海底 我们一般人根本就到达不了 因为压力太大了 你们 而要在低温 高压之下 你们 同时的话呢 有一些呢 在海底的话呢 行程的时间的话呢 几百万年啊 乃至上千万年 所以说呢 形成了一个玉化 你们啊 所以说呢 因为就像我们千年 钻万年玉啊 这个这么一个 那个玉石 为什么 它其实最初也是一种石头 经过的话呢 是会这个 这个时代的变迁 你们啊 乃至的话 它大自然的 会一种超能量的东西 这个也是 海底的话呢 2000米的海底 你们没有污染的 啊 所以说的话呢 它要 因为呢 佛家里面呢 我们代表是干净的 代表是 治 治 治 纯的 这么一个 所以说呢 这个的话呢 在海底 那么干净的地方 而且又有的话呢 吸收这个 天地之精华 所以说呢 里面的话呢 能量是特别的巨大 我们看不到 但是并不代表 不存在 为什么不随随便没找个东西 办法列为 佛家的气宝之首呢 这不是我说的 你们上网都可以去确认 佛家的气宝之首 就是这个持续 关键是 还有一点什么情况啊 持续在十年之前 就被我们中国政府 列为是国家 以及海洋保护动物了 请大家记住 它是动物的 也叫有机宝石 珍珠 车麒 红珊 红珊 这都是海洋里面的 三大有机宝石 有机宝石 所以大家记住 这个车麒 你在国内 你现在你有钱 你买不到了 原来在海南岛的时候 都十年二十年之前 这个车麒 甚至还可以拿上餐桌的话呢 吃到里面的肉 这个壳的话呢 那时候卖的真的很便宜 特别当时那样 小一点的 还能够摆上餐桌的话呢 那些的话呢 当然没有那么漂亮哈 而且还比我这个 还有手上手腕的也要 差太多了哈 但是的话呢 后来的话呢 因为被离为国家保护的 你现在上我查一下 包括你在桃子上面 你现在输入一下 你说吃取的手链 你直接输入一下 看能不能搜得到 上面马上会显示 根据中国的法律的问题 这是国家海洋保护的 不允许进行任何的买卖 也就是说 您今天呢还有来到什么越南这个国家 会们 越南国家是也是目前发展非常快的一个国家 发展中国家 目前这个国家暂时还没有把它列为国家保护的 未来的三年 我相信绝对绝对不会超过五年 因为它的经济发展 就是我们第二个中国 绝对不会超过五年 越南这个国家一定也会把持取列为国家保护的 就像现在的象牙 大家知道是一样的 现在的象牙一般的年能不能买得到 现在全中国都把象牙列为国家保护的了 在这十年二十年之前的象牙的你得回顾一下 那个时候的假如你来到东南亚 你去到缅甸或者东南亚某些国家 你随便会还是很便宜的价格去买到 现在几千几万你都买不到了 因为你在盗卖这些东西的话 随时出犯法律了 当然也许有朋友会讲了 那我们今天在这边买了 能不能再回国呢 第一个回门 这边有越南国所给他提供的 我们一个通关一个凭证 这个通关凭证的话 第一个越南国的话是承认的 因为他自己没在越南国家的珍宝馆去出售的 这第一个回门 第二个 越南国跟我们中国的话 那边的话也做了一个相关的交流了 我们中国被离开国家保护的 但是越南国并没有离开国家保护 我们不是在我们国内去交易的 再加上你现在在国内 你去买也买不到 当然有朋友说的话 那我二十五如果能买得到 第一如果你能买得到 付出比这边有几倍的价钱 第二个的话呢 冒一定的风险 如果一旦你的点倍的时候呢 倒霉的时候的话呢 被人举报了 那在国内内 你无论是买的 无论是卖的 在国内 在这边我们要适合 中国的法律 要被处罚 乃至会拉出黑名单 甚至对我们以后的孩子都会有影响的 咱们是在越南的国家 越南的国家的话 公开的可以去出售的 他们也没有另外一个国家保护的 我们再这么去交易 并没有影响我们中国的法 并没有出售中国的法律 说今天的话呢 来到这边 当然如果你有这个品味的 说起真心话 城乡 不管是贵的便宜的值得 你拥有这么一条 但是的话呢 今天到达这里面 你哪怕第三宝 你不需要去买 但是今天的第二宝 就是越南国的国食 建议您 一定去拥有一下 因为你拥有这么一条 之后的话呢 将来一定是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 并且以后你可以非常自豪的 就像现在在国内 很多地方有些人所拥有的 告诉他 哎呀 这个你有钱你都买不到了 你匪醉其他东西 各种玉石 乃至我们中国的和田玉卉们 虽然价格高一点 但是你一样去买得到 但是这些东西 你有钱在国内买不到 我们在不改变 不影响家庭生活条件情况下 我们为什么可以去用一条 再加上这些东西的话呢 安静的 再加上的话呢 还有一个的话呢 辟邪划杀的东西们 无论是从这个保护 又我们身体平安的角度来讲 还是从传承的角度来讲 非美 绝对 值得你去拥有这么一条 对吗 当然的话呢 到达里面之后呢 我不希望有发生这么情况 真情话 你可能暂时今天不理解我 就像当年 我们的东西 我们的这个什么 那个霞姐 这些 再给你介绍保险的时候的话呢 哎呀 一开始你感觉用不到 就像我记得我大哥 我的保险 一直很像二十多年之前 我就拥有了 辉门 说句真心话 辉门 在当年我大哥在部队那时候转移的 脑袋上呢 也是一根筋的 啊 他认为到买到保险 我必须马上用到 最初我给他介绍的话呢 我说你也是你家 那个 你在家里面的顶梁柱 我说你买个保险 我说他会有社保 因为我哥的话呢 是在公安局工作的 啊 但是我说社保是社保 保险是保险啊 不是这两码事 一定要去补充一下 一开始我给他建议的话呢 我说人的话呢 都有担心祸福 是不是 明年以为国家领导 这服务人家 就是珍珠市民 说到珍珠的话呢 全世界养殖珍珠最多的 其实就是在我们中国 那为什么我们来到 芽庄这边 也去了解珍珠呢 因为它这个珍珠的颜色 在我们中国的话呢 养殖不了 因为海域的地域 以及这个气候 是养殖不了的 为什么 为什么全世界最好的 城墙在芽庄 为什么全世界最好的 黄花梨是在哪里啊 海南的 为什么全世界最好的 翡翠在哪里啊 在缅甸 为什么全世界最好的 和田域 在我们中国的新疆 其实巴基斯坦 阿富汗 以及这个俄罗斯 都有这个和田域 因为现在包括咱们 那个青海的昆仑域 也被列为和田域了 为什么只有真正 才能够新疆和田的 御龙喀什河 都是全世界最好的呢 这个地域新婚 这个金珠的话呢 很漂亮啊 你看我们国家领导 这个富士彭妈妈 每次在出国访问的时候 的话呢 哎呀 彭蜜生辉啊 你看看哈 我们习大大 在每次陪伴的 我们这个彭妈妈 每次陪伴我们习大大 出国访问的时候的话呢 那真的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会们 我们习大大 也不管三七二的遗憾 在很多公分场合 都得一一来牵着我们彭妈妈的手 在武器的时候 还帮我们彭妈妈干嘛呀 拎包 你看以前那个猫头鹰 老乡啥时候给她拎包 说女人就是男的一张脸 说真心话 所以您今天到达这里面之后 您就看一看 那些气质不凡的 生活条件好的 都在干嘛呀 在那给自己去选一条 但是呢 你今天到达这里面之后的话呢 你也一定会看到什么呢 有些在里面的话呢 一般的有六腔根的 老是往洗手间跑的 你没必要 请记住 洗手间的地方 汇气太重 然后呢 那个要风水的最差的地方 除非是我们真正的 有这个需求 要放一个洗手间的 没办法 在当我们也要去 因为毕业会有点不合股 其他时候请记住 一定尽量去接触 这些能量 高的这些东西 能够改变您的运程 改变您的不好的这些东西 这么一个 所以说那这么多年了 我们赚钱工作一定很累了 赚钱已经很辛苦了 我们再把自己的搞那么纠结 你多划不来呢 是不是啊 我们的话呢 在不改变 不影响家庭生活条件的情况下 给自己拥有一下 我们回去之后的话呢 包括说几个情况 我们在座有哥哥姐姐 您可能家里做生意的 你为什么我们这个车上 男的少女的多呢 老公在家里负责赚钱呢 老公活出来负责花钱呢 女人就是男的一张脸呢 你比如说在座的各位姐姐们 您回到或者回到家之后 您的老公的话呢 她是当官的 您的老公是做大生意的啊 在母亲时候呢 需要比如说比我们还高的一些领导 哎我们需要的聚会的时候 你们啊 其实那些越高的领导 这话越少 话越多的 说起真心话 他格局一定是没有那么大 话越少 但是他会察言光色 我们干嘛呀 哎 他会看到的话呢 哎呀 你看看这个人啊 他的老婆很有品味的啊 把自己的话呢 打翻的真的是符合到自己的气质 同时的话呢 这个位置上面空缺出来的时候 他首先是考虑的是你 因为你那是讲究生活品的一个人啊 啊 讲究生活品的一个人啊 同时也是一个讲究人啊 同时的话呢 包括我们合作做生意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他会首先想到的哎 那个谁谁谁不错啊 这个人的话呢 可以讲究一个人 也是讲究生活品的一个人啊 这个人的能品也不会差到哪去 对吗 而且也是特别爱他老婆的一个人 因为呀 舍得在那个老婆身上去花钱呢 啊 因为女人是男的一张脸啊 所以今天的话呢 到达这边之后 如此 才有观色度 所以咱们今天带的车群就是光石 多摸一下 把平安把好运带回家 就是真的 上千年了 对摸一下哈 摸好之后 往这边跟着我来哈 来哈 资猪啊 这件妻子啊 第三件 越能活力 金色珍珠 来 那这边在这边 谁摸的 摸在里面 我都给你了 俗话说 珍珠 正属民室的珠宝 对吧 男人 不带珍珠 对吧 这时候都是一个活母神啊 来 姐姐们啊 这边看一下我们女人的珠宝 南洋 黄金珍珠 咱们中国是不常的 对持我珍珠之王 在越上去的哈 详细了解的 大家呢 跟着我 我听里面请 你们坐下来 边喝茶 边品香 边听我分享一下 城乡珍珠 车群给大家哈 来 我们往前面请 对 不关心 往里面请坐 这里有茶水 这里有茶水哈 浓珠茶厅了解锁 谢谢 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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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